有個電影《八百》講《松戶會戰》的 裡面有這麼一句話 《松戶會戰打了三個月 敗了三個月》 打了三個月 敗了三個月 過去就全國資歷最後全面崩潰 這句話我特別不同意 什麼叫敗了三個月 上海那麼一個彈丸之地 沒有什麼戰略縱深 你敗了三個月 別說三個月 你敗一個星期你試試 你早就沒地方退了 你想想是不是這麼個道理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說敗了三個月是個什麼概念 法國打德國 法國人敗了一個半月全國投降了 日本的馬來戰役打英國人 山下奉紋帶著一個軍 把英國馬來印度聯軍14萬人一個半月 趕到新加坡 新加坡戰役一個週的時間 英國聯軍8萬人就投降了 而《松戶會戰》之所以能在上海這麼點的地方打三個月 那是無數中華民國將士在前線浴血奮戰 一個屋子一個屋子打過來的 我們今天就好好聊聊《松戶會戰》 那麼看看《松戶會戰》到底有沒有敗了三個月 《松戶會戰》呢 我們要先從一個小故事講起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它出自大陸政協出版的 《國軍將領抗日戰爭親力記》 可以說是白紙黑字 確鑿無疑 那麼陳誠呢 當時是整個左翼軍的總指揮 陳誠有一次和士兵開會就說了 日軍使用機關槍 都有啪啪啪 啪啪啪 三發的點發來考驗我們 那意思是問你 怕不怕 怕不怕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懷疑兩發的點發 啪啪 啪啪 表示我們不怕 不怕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連續不斷的啪啪啪啪一通亂放 這就等於說我們啪啪啪啪啪 敵人知道我們是新兵 沒有作戰經驗 等我們子彈放光之後再猛烈進攻 當然了 日本人他們不懂中文 肯定不是問我們怕不怕 陳誠這麼說只是用一種很幽默的方式 把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告訴大家 碰到敵人不能慌 不能聽到敵人開槍端著機槍一通亂放 陳誠為什麼這麼跟士兵講話呢 如果當時士兵都是經驗豐富的戰士 陳誠有必要講這個故事嗎 沒有必要 陳誠之所以這麼講 正是因為士兵中很多都是新兵 那為什麼松戶會戰有這麼多新兵呢 因為打得實在是太慘烈了 一個士上去沒多久就被打得不成建制了 要不斷的補充兵源 上來的全都是新兵 我看當時松戶會戰 36師師長宋希蓮的回憶錄提到這麼一個事兒 36師三個月間 先後補充了四次兵員 每一次1500到2000人 整整三個月時間 全師傷亡12000人 我們知道36師他滿邊也就是8000多人 不到9000人吧 傷亡12000 就說明整整一個半師的士兵打沒了 宋希蓮回憶 說有的士兵來了 剛上戰場就戰死或者負傷了 從前線負傷下來的傷兵坐在單架上 見到宋希蓮就問了 長官 我是在哪個部隊負傷的 新兵來了 馬上上火線 連自己部隊的番號都不知道就受傷了 實在是讓人心痛 宋希蓮就回憶了 36師經常在與敵軍相距很近的地方進行戰鬥 有時雙方講話都聽得很清楚 日軍的機關槍甚至可以打到宋希蓮的司令部 日軍當時日夜對國軍狂轟亂炸 哪怕白天有一兩個人在路上行走 敵機看到了都要低空掃射 補充來了這些士兵 由於要避開敵人白天的轟炸 都是晚上到達前線 立刻投入戰鬥 所以很多人連自己的番號都不知道 第二天就陣亡了 不只是宋希蓮的部隊 這其實是蘇滬戰場上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當時胡宗南的第一軍也參加了蘇滬會戰 胡宗南當時部隊士氣旺盛 作戰頑強 面對敵人是寸土必爭美巫必打 打了一個星期 傷亡慘重 但是胡宗南一聲不吭 後來當時作為戰區副司令 叫顧祝彤 他知道了 電話就跟胡宗南說 我們今天派部隊來換房 胡宗南就說了 你們再不來人 明天我也要拿著槍上火線頂缺了 我們以第一師為例 補充兵員四次 總共兩個旅長 傷了三個 團長四個 死傷五個 全師的連長 除了通信連長沒死 就是打電話的沒死 其他的連長不是傷就是死 全部換了一便人 第78師李文 傷亡基本上和第一師差不多 營長中除了一個叫顏應夢 其餘的全部陣亡 營長以下的軍官和士兵傷亡高達80% 整個松武會戰到底是怎麼打的呢 怎麼打成這麼慘烈呢 其實大致可以分為這麼三個階段 進攻 相持 撤退 從8月14日開打到8月底 這段時間主要就是中央集團軍 在上海市區江灣 閘北 楊浦這一帶 進攻日租界的日本據點 這期間的主攻主要是 宋西連的36師 王敬九的87師 和孫元良的88師 當時中華民國的部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因為缺乏火炮和空軍的支援 很快在日本增援部隊到達之後 就停止了進攻 這個時候雙方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相持 日本的中央部隊趕到 從上海北面 從劉河到吳松口這一帶登陸 登陸以後 向我方羅電大廠江灣一線推進 並在這裡形成了相持 在這一線一打就是打了兩個月 我方軍隊可以說是寸土不讓 頂著飛機大炮一個屋子一個屋子打 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守 有的陣地白天丟了 晚上再組織趕死隊給奪回來 主要的戰鬥就是從劉河到羅電 大廠到江灣這一帶 這裡面有很多非常悲壯的故事 當時負責防守羅電的是第18軍 軍長是羅卓英 在羅電這個地方可以說是反覆一手 七次丟失 七次又奪回來了 我看羅卓英的回憶講了這麼一個故事 10月5日 雷漢池營長率軍手徐宅陣線 敵人以戰車二十餘輛 衝擊我陣地並施放毒氣 我官兵誓死不退 與陣地同存亡 最令人感動的是 有士兵18人主動將手榴彈綁在身上 趴在地上等待戰車衝來 結果人和戰車同時被炸毀 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壯句 也是空前的慘句 羅卓英後來特地寫了一首詩來紀念這些勇士 姚營而後又雷營 劍雪成人 性命輕 獨彈戰車何足為 浩然正氣 作幹成 只有士兵的姚營指的是姚子清 也正是羅卓英的部下 姚子清全營於寶山城共存亡 無疑生還 二等兵未建成是這麼回憶的 日軍自五日起在機炮火力掩護下 猛攻寶山城 城多被毀 建築物無疑倖免 兵力懸殊 我軍傷亡慘重 激戰二昼夜 棄七日晨 敵賦以戰車堵擊四門 集中海陸空火力射擊 城無拳瓦 我官兵由復衛最後之苦戰 於巷戰 營長姚子清少校 鎮亡於東門 寶山城於時時請失憲 全營官兵與城通訊 羅電保衛戰的時候 黃維任國民革命軍第18軍第67師師長 黃維回憶了 就在腐小時 日軍開始砲擊 向我陣地發動全線進攻 羅電全鎮毀於炮火 成為一片焦土 我軍經常趁敵機不能活動的夜間 發動夜戰 以奪回白天喪失的陣地 有時進行肉搏戰 雙方傷亡都很大 第67師傷亡過半 黃維的67師在羅電打了一個星期 打到最後 黃維手下的三個團長 一人戰死 二人重傷 師部除一個電報員 連文書 吹事員都拿了槍上戰場了 戰後整編的時候 活著的人連一個團都湊不夠 在整個九十月份 我軍一直在流河羅電大廠一帶戰鬥 始終守住了防線 日本人一看說正面防線無法突破 就決定從側翼打擊我軍 11月5日 當時日軍從上海南面的金山登陸 對上海守軍形成了南北包家的事態 11月11日 國軍全線撤退 松戶會戰結束 那麼松戶會戰的轉折點 無疑就是11月5日 日軍在金山登陸 很多人可能都會有這樣一個疑問 說國軍為什麼不防守金山衛呢 其實原因非常簡單 因為防守不過來 當時在上海北面 羅電一線 國軍先後投入了70多個師 全中國一共170個師 當時在華北山西也在打仗 像魏力皇 副作義 閻西山 唐恩伯在山西和日本人打新口會戰和太原會戰 鄭棟國 關林征在平漢路也和日本人打仗 當時全國的形勢是 東西南北都在打仗 這就是全面戰爭了 上海地區已經投入了70多萬人 實在是沒有多餘的人來防守杭州灣了 更何況 上海南部我們看地圖 海岸線非常長 你是根本防守不過來的 你就算在金山有防守 日本人還可以跑到加善 加興登陸 日本當時擁有絕對的制空權和制海權 想在哪登陸 就可以在哪登陸 你是真的是防不過來 當時國軍在浦東和金山附近是有佈置部隊的 但是人數比較少 所以日軍登陸以後就沒有受到太多的阻攔 就向松江方向進軍 所以當時國軍就面臨著被南北夾擊的形勢 就不得不全線撤退 松戶會戰基本上就是這麼三個階段 進攻 相持和撤退 前前後後總共打了三個月 其中進攻和撤退階段都比較短暫 主要的戰鬥就發生在相持階段 在松戶會戰中 中華民國付出了非常大的犧牲 中國軍隊傷亡30多萬 日軍的傷亡在10萬左右 我軍和日軍的傷亡基本比例是3比1 那麼松戶會戰為什麼打得這麼慘烈呢 第一 裝備上的差距 這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日本每一個師團配置一個炮兵聯隊 一個炮兵聯隊有48門75毫米 或者150毫米的野戰炮 每一個步兵聯隊下面還有一個炮兵中隊 4門75毫米的步兵炮 也就是說一個師團有64門打炮 那我國的軍隊呢 很多師的直屬部隊就沒有炮兵 裝備最好是87-88師 叫德蟹調整師 一個師呢 只有一個炮兵營 12門75毫米的克魯伯山炮 剩下就是一些排擊炮了 那什麼是排擊炮呢 這排擊炮啊打不遠 直上直下的 主要就是繞過一些障礙物 打到後面去 所以排擊炮又叫隔山丟 隔山頭丟個炸彈 就這麼個意思 所以你拿排擊炮怎麼跟日本人的榴彈炮打 打不過嗎 我們沒有多少火炮 也沒有坦克 其實日本人的坦克在所有二戰國家中 他算落後的了 一般不超過10噸 我們知道這個 美國的謝爾曼坦克30多噸 一個頂撒 日本的坦克雖然落後 但我們中國當時沒有什麼坦克 1937年的時候 中國第一個坦克團在南京成立 團長就是杜宇明 而在整個松露會戰期間 只有兩個坦克連參戰 還都被日本的火炮給擊毀了 所以你看我們火炮不足 沒有坦克 那你只能用手榴彈了 但就算是手榴彈 我們也不是日本人的對手 當時中國軍隊的手榴彈是扔的 就是你看電影裡 拉開隱形甩開膀子 往前扔 扔你能扔多遠啊 二三十米頂天了 日本人他們怎麼用手榴彈的呢 日本他們裝備的是製彈筒 這手榴彈放到製彈筒裡 射出去的 射程能達到一百多米 如果誰扔手榴彈 你能扔出一百多米來 標槍的話 世界紀錄也就一百零四米 所以你怎麼和日本人打 你連手榴彈都扔不過別人 第二呢 我們沒有制空權 敵人飛機是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 不僅如此 還有一些特務和漢奸給指示 當時陳誠回憶起 松戶會戰就說了 漢奸太厲害了 敵機一來總部到處都是小鏡子 一閃一閃的向敵人指示目標 夜間則發射信號彈 桌不勝桌 像這樣類似的回憶 我在羅卓英和張發奎的回憶錄裡 都有看到過 日本人本來就有絕對的制空權 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 現在還有人給指路 簡直是指哪打哪 第三 我們不僅沒有制空權 還沒有制海權 有人可能想了 松戶會戰在陸地上打仗 關海軍有什麼關係 這關係可大著了 因為這次是在上海打仗 就在海邊上 日本的軍艦的艦砲射程十幾公里 日本登陸以後 依靠的主要是海軍的艦砲支援 如果把陸軍的大砲和海軍艦砲相比 大家覺得哪一方更厲害呢 其實是海軍的艦砲更厲害 日本師團一級 裝備的152毫米的榴彈炮 日本重型巡洋艦上裝備的 是208毫米的主砲 一個炮帶200多斤重 戰力艦它的主砲能倒16英寸 就是416毫米 比我整個人都寬 把我塞進去都有空隙 不僅如此 陸軍的榴彈炮 你要拉到陣地 人工調整火炮仰角 然後再發射 很費勁 海軍不一樣 全是機械傳動 說打哪 直接轉到那個方向 打起來就很方便 諾曼底登陸的時候 當時奧馬哈海灘之戰 盟軍損失慘重 關鍵時刻 當時海軍驅逐艦 不顧敵方火炮的威脅 直接開到岸邊 提供火力掩護 最後才幫助盟軍拿下奧馬哈海灘 而在淞護會戰的時候 日本軍艦就直接開進黃埔江了 對我方陣地發射 當時的旗艦是出雲號重巡洋艦 200多毫米的炮彈 直接可以支援十幾公里外的戰場 而反觀 我國陸軍每個裝備的是75毫米的火炮 少量150毫米的火炮 你說這怎麼和日本打 射程不夠 夠不到對方 當時張發奎在浦東有炮兵陣地的 但是他們的炮兵連出雲號打都打不著 不僅如此 為了防止被對方發現自己的炮兵陣地 打完了 趕快就跑換個陣地 所以我們炮兵不僅少 利用效率也比不上日本人 所以淞護會戰的時候 我軍是在裝備落後 沒有空軍和海軍有效支援的情況下 依然頑強地在前線和日軍形成的相持 這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松會戰歷時三個月 粉碎了日本企圖三個月 讓我國亡國的企圖 也將抗日戰爭從南北走向 改成了東西走向 松會戰比較大的遺憾 就是在11月11日撤退的時候 整個撤退過程是極為混亂的 上下通信不得 導致大量士兵走散不成見識 這裡面有一定的客觀原因 因為當時日本掌握了制空權 每天白天黑夜 飛機轟炸 當時從上海到南京江蘇這一帶 水稻密布 當時撤退的路上 幾座重要的橋樑都被日軍給炸掉了 當然了 松會戰撤退的指揮也有一定的問題 導致後來就不得不放棄了在江蘇 蘇州無錫一帶的兩條防線 當時是有這麼一個情況 江蘇有兩條防線 它有很多防禦工事 還有碉堡 它的鑰匙都是放在當地政府 一些鄉長之類人手裡了 當上海一開戰 無論是百姓也好鄉長也好 都跑了往西跑 所以撤退的軍隊當時來到防線的攻勢的時候 就找不到鑰匙 進不去 張發奎當時就回憶到 他和他的參謀坐在進不去的攻勢上面 想辦法 結果日本飛機來轟炸了 一顆炸彈就在附近爆炸了 而當時想要把上鎖的門給炸開 你是需要工具和火藥的 你沒有時間大規模的處理這些事情了 所以多年經營的江蘇和浙江的兩條防線 在松戶會戰的後期就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 竟不分不走 全線盡徹 絕無規律 痛心合疾 到了11月26日 我軍正式放棄西城縣 上海戰役正式結束 松戶會戰因為是國民政府打的 在49年之後一直以種種方式被忽視甚至扭曲 很多參加過抗戰的國民黨老兵反而在49年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 我看了很多老兵的回憶裡面就說了 自己不怕死 作為軍人能夠活著走過這麼多歲月已經不容易了 比起那些戰死殺場的戰友來說 這麼多年算是賺的 但是這些老兵怕的是後人不記得他們 不記得松戶會戰 我們不怕死 但怕你們忘記 請讓我們記住這些浴血奮戰的將士向他們致敬 於寶山城共存王的營長姚子清 鎮守四行倉庫的團父謝晉元 第67師師長黃維 第87師師長王敬九 第36師師長宋希蓮 第88師師師長孫元良 第11師師長彭善 第51師師師長王耀武 第78師師師長李文 第18軍軍長羅卓英 第1軍軍長胡宗南 第74軍軍長余紀時 第19集團軍司令薛月 左翼作戰總指揮陳成 中央作戰軍總指揮朱少良 右翼作戰軍總指揮張發奎 第三戰區副司令顧祝彤 第三戰區總司令蔣介石 第16戰區總指揮 新手段於奈遇 範已